您说 问一下咱们这个临床医学会不会被这个人工智能所取代 不会 我明确告诉你不会 我一打些同学说不让孩子抱临床 临床确确实实学的相对稍微久一点 但是我个人觉得被人工智能取代不太可能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对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我就跟你讲一个点啊 就是现在临床医学在推一个概念叫做社区医院 我不能了解我了解社区医院 对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然后我们未来我们的医疗水平 医疗的这个能力的话会不断的提高 社区医院是专门解决那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特别重要的一些 就是我们叫分级诊疗的一个制度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 然后的话可能就是说我有个小头疼脑热 我都想找个大夫去看一看 然后的话也方便 是吧 然后的话他这种 而且人和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就是人工智能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深度学习 但他不能再造 但是往往有很多情况是是再造的 对 所以说的话我个人不觉得他是 他是他是可以被人工智能给替代的很彻底的 你像刚才我刚才说的那种 就是可能会替代掉百分之八九十的那种所谓的设计 但是人工智能这种他可能会对这个医疗有帮助 但是我不觉得他会被替代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而且的话来我们直播间在医院干的朋友 来是不是这样 其实现在好的医院是缺大夫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直播间干医院的 你可以告诉我们直播间的其他家长是不是这样 他其实是缺大夫的 各级医院都是缺大夫的 他不是说现在我很饱和 只不过是你要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大夫 他培养周期长 他并不是说不缺 而是说我缺好的 缺能够顶事的 缺能够真正帮助到病人的 所以说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一个人的生死 是涉及到生命 我们培养医生一定要慎重 他不像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弄一个吃的 我大不了他妈 拉席拉两天就完了 对吧 但是你说你弄个医生 那妈的人没了 对吧 那想拉席都拉不了了 对吧 你这个 他这不一样 你知道吧 所以说的话是缺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个人不觉得 人工智能会大规模代替医生的岗位 我不觉得 我个人不觉得是这样 明白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中医的二本和这个临床的三本 怎么选 你这个分能不能 你家是干医生的吗 我是老师 媳妇是医生 你媳妇级别方便说一下吗 她是放射 搞放射 那家长 我觉得这个问题你该问你媳妇 因为家长你第一学历不高 因为你第一学历不高 所以说你应该问你媳妇 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话只能给你点到这 好吧 行 中医的话 您看未来 像是说他读到研究生毕业 得八年 家长 我这么跟你说 所有的医学 想进三甲都得博 跟中医西医没有关系 不 我这个不准备进三甲 就是这个八年之后 这个现在中医会发展到 比现在好咯 这个问题我在直播间无法回答 行 我应该 有没有墨镜给我戴一副 然后的话 我在旁边放一个什么招牌 我这个给你赛算 对吧 这个我在直播间真没法回答 好吗 好 我前两天 我经历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我前两天 某一个大学 我也不说哪个学校了 当年跟我在网上有过 不太愉快的经历 我也不说是哪个学校了 学校的领导来苏州 然后的话 他跟我们苏州的另外一个领导吃饭 中间就说起我来了 然后那个领导说 说 张雪凤就在苏州 然后给我打电话 就把我叫过去了 我一说 我一说谁啊 他说 当年跟你有过过节的那个学校 他的那个 一把 在苏州 然后的话 我赶紧就去了 我说我得给人学校领导解释解释 当年那事是怎么回事 因为好多年前 好多年 好多年前的事了 然后的话 学校领导就说 说张老师 我刚开始在这个学校 因为 你当时跟我们学校有问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我在这 现在我在这 但是我在这的第一天 就有人给我看 你当年讲我们学校的那个视频 但是 我后来看了你好多视频 他说张老师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之前的事情 是之前的事情 但是我看了你好多视频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老师 你是一个真真正正为家长着想 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 我很认可你 我诚挚地邀请你 有时间到我们学校去看一看 我说领导 您这个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首先领导不会因为一句话 就给这个人定性 他要做背后做很多调查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心 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 第二 我们可以划干戈为玉伯 说张老师 您到我们学校了解了解 然后的话 也知道知道我们工作 那是一把啊 那是那是 厅级一把啊 我说领导 学校在你的带领之下 我觉得肯定会非常好发展 我就不说具体哪个学校了 到时候我去 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的话我还非常的感动 我当场我给领导说 我说领导 明年我给咱们学校捐款 我说咱们学校有贫困生 大一的学费啊 明年我负担50个 25万啊 这个签4年协议 100万 咱们学校 报咱们学校的贫困生 大学第一年学费 我资助50个 以表达我对咱们学校 未来这个建设的一个支持啊 就是以后每年 要给这个学校多捐25万 这25万哪来 就这来 就你们买这些零食来 我不说是哪个学校了啊 到时候我捐款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我明年跟哪个学校签协议啊 4年计划总额捐助100万 资助这个学校的贫困生 你们就知道是哪个学校了 所以说的话 我就想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说在网上 可能看过各种各样的人 对我有各种各样的评价 感谢大家 真的在我直播间待几个小时 你看一看 我给我们直播间 这些家长的建议 是不是发自肺腑的 为这个家长好 你可以评定一下老张这个人 我不说老张百分之百 是个好人啊 老张可能百分之十 犯错误也好 或者说是说的话不好听也好 或者说怎么样你好 有百分之十 可能不是那么很中听 不是那么很入耳 但是我觉得百分之九十的话 还是很中听很入耳 其实我每一个 我都是希望为 当时我连麦那个家长好的 反正不解释了 熟悉的都知道 不熟悉的我也没有办法 好吧 正好张老师 你说 那个我们家孩子的地理特别好 他其实数学和化学 数学和物理也还可以 但是他这个地理在年纪 能排在前十 这下次期中考试排第二 然后他也特别想从事这行 也能吃苦 来 家长我问一下 你知道地理这一行是什么 知道我上回 就是您什么 有两个专业要读到博士 然后有两个专业基本上 要就是 示范和计算机 对对对 反正还有 所以我就是 但是他真的还有天赋 他就是因为从小跟我一起 旅游比较多 他就是地理的话 听听课他就能达高分 你多少分 他 我现在的话 反正一本线 偏二十分吧 但是他就喜欢地理 特朝线二十分 不是不是不是特朝线 就是一本线 你天津哪有一本线 那就特朝线 一本线从 明年有的省份是最后一年 后边就没有了 你特朝线二十分 天津 那你也就不到六百分啊 你特朝线二十分 也就不到六百分啊 是是是 家长我想一下 五百八上下吧 我想一想 五百八上下 五百八上下 你天津的五百八 不是特别高的分数 我想想啊 天津五百八左右 五百八到六百左右 家长是这样子 就是要是我的话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大概率会 某着计算机的排名 报地理信息科学 好的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某着计算机的排名 报地理信息科学 我可能会因为 我那个分数段哪个学校 有计算机的博士点 而去报他的地理信息科学 好的好的 家长你上学地点有挑吗 没有 他要离开天津 但是家长他离开天津 一定是去比天津更好的地方 他如果比天津 稍微弱势的城市 他能接受吗 可以 家长我建议你啊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某着山东和河南的学校报 但是山东河南也比较卷啊 因为就是 我是希望他大学四年 有一个 一个丰富的人生 不光是学习他有一个社交面 一个眼界 家长你这个分如果要眼界的话 你说比天津所谓更好的城市 那你这个眼界一定是某着城市来的 但是比天津所谓更好的城市的话 你这个分可能上不了什么好学校呀 河南和山东不再想去 反正我的建议给你了 听不听是你的事 好的好的 行 好的好的 行 谢谢张老师 好 谢谢张老师 你这种专业本科毕业就业 几乎是不可能的 六百八代天津什么概念 六百八代天津 天津理工上不了 六百八代天津的话 二二一一定上不了 天津理工都不好说 天津理工大概是有两个博士点 一个是在计算机 一个是在这个电子信息 你呀 老老实实要不上天津理工吧 你要不要老老实实上天津理工吧 你这个分你在北京 你在上海 你选的院校 大概其实是不如天津理工的 天津理工还有计算机的博士点 我为什么给你去念山东和河南 因为山东和河南考研率高 它卷是卷 但咱们家孩子是被卷上去的 能明白吗 里边人在卷 你会被卷上去 但是你如果到了一个所谓的更好的城市 学校档次一般般 学习氛围一般般 你眼界是有了 你学历上不去 院校档次上不去 你光有眼界 又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呢 所以说我建议给你了 听不听 那是你的事 好吧 来我们点赞给我点到三百六 点到三百六再点满 我跟大家这样说 我知道他到了山东到了河南 他会感觉到压力大 但是我就这么说吧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说你跑步的时候 你是跟更快的人在一起跑步 你跑得快呢 还是跟更慢的人在一起跑步 你跑得快呢 你懂吗 因为考研是不分省份的全国性竞争 还是那句话 我建议给你了 你杠你赢了 如果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 对不起 我道歉